至于这个 CVT 上到 3.0 会不会过热呢,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啦 OMG 这一个弯道它竟然轻松应付 塞油 今天我要介绍的这辆车,我本身是很期待,入行了三年,我从那边试驾过 就是 Honda Civic FC 了 那在 2016 年,Honda Malaysia 就正式导入了这个时代的 Civic 当时啊,它拥有这个很亮丽,很时髦的外形 加上首次出现在 Honda 车型里面的这个 1.5 Turbo 涡轮遮压引擎 就让整个消费市场啊,趋之若鹜,整个就很 Surprise 加上它拥有这个奥式同级的这个空间表现 也就让这辆车成为了我国,C Summer 里面最畅销的其中一款车 那在不久前,Honda Malaysia 就为 Civic FC 推出了小改款的车型 而我们这回接来的这个是顶级版的 1.5 TCP 啦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外形上它有什么不同 首先在车头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Honda Solid Wing 的水箱护罩呢 这一回变成了钢琴黑的材质 但是,这个钢琴黑呢,仅限于顶级的 TCP 版本 至于这个头灯组呢,依旧是一个 LED 的头灯 这个是 1.5 的版本才有 但是呢,因为这个 TCP 版本,它多了 Honda Sensing 的关系 所以这个 LED 头灯增加了一个自动远近光灯的功能,更加的好用 至于下方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保险桿是整个进行了重新设计啦 更多灵脚,看起来更加的运动化,也稍微比较年轻了一点 而这个雾灯呢,这一回是采用 LED 的配置 至于车车的部分呢,则是大同小异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1.5 版本呢,这回多了这个镜头 也就是 Honda Line Watch 车侧盲点显示系统 来到车尾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改款的 Civic 啊,其实改变也不是太大 但是这一回这个小改款车型就多了这个横贯整个车尾的一个尾翼设计 我是觉得,多了这个尾翼看起来更加的好看啦 最下方呢,这个保险桿设计也是稍微有点不同 最为明显的是中间多了这个镀铬四条 看起来就稍微比较高贵的一点,比较 ELEGANT 的一点 在轮圈部分是这一回这个小改款 Civic 的其中一个亮点 因为这一回这一款车竟然有三种不同的尺寸 1.8 的车型搭载的是16寸的轮圈 而 1.5 Tc 采用的是17寸的轮圈 这个和之前的这个配置是一样的 但是这回这个 TCP 的顶级版呢,则是导入了18寸轮圈的这个配置 同时搭配 Michelin PS4 这个性能轮胎哦 它的尺寸为 235 40 18 在动力配置上,这个小改款 Civic 依旧是维持之前的配置 那就是拥有 1.8 NA 以及 1.5 涡轮质压引擎 两种引擎可以选择 那我们试驾的这个 1.5 Tcp 呢 自然是搭载 1.5 VTEC Turbo 涡轮质压引擎 这具引擎拥有这个 Earth Dreams 地球梦技术 包含了像是缸内直喷,双 VTC 以及 DOHC 双顶质图轮轴的这个技术 在这些技术加持下呢,这具引擎可以产生 173 PS 的最大马力 风车扭力则是 220 Nm 并搭配同样是在 Earth Dreams 技术之下的 CVT 无段速变速箱可以模拟 7 速 0-100 加速只需要 8.2 秒 而这一台车呢也算是我国布市场上目前的 C Segment 轿车中呢 少有的涡轮车款 在那一桩部分,其实这个小改款的 Civic 改变并不是很大啦 不过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个组装品质是稍微改进了一点 而这个主机呢,这回多了实体按键,在操作上更加的方便更加的便利啦 其实这个是我第一次坐进 Civic FC 里面 我个人是觉得它的整体设计,还有它的这个驾驶坐姿呢 都相当的出色,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植物格啊,非常的大 这个我觉得以同级来讲啦,它应该算是最优秀的那一格 而且它的这个整体灵活性都相当的好 还有就是在植物格方面呢,也是完全展现了这个Honda 的强项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边呢,你可以有一个放手机的植物格 下方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植物空间 你可以放许多东西 它下方还有这个 USB 插槽啦 而且还有一个通道的设计,你只要把你的这个 cable 拉上来 连接着你的手机,你就可以使用主机的这个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功能了 那其实我国的这个 Civic 车主是蛮好名的 因为在我国呢,这个 Civic 车主机是全线搭载 完全是数码化的全夜景显示仪表盘 而且它还有这个很炫的一个开幕仪式 就是你在启动引擎的时候它的整个 Graphic 是很漂亮的 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啦 至于这个 1.5 版本呢,它还有这个 Paddle Shift 的这个换挡拨片 在驾驶上是更加让你更加的热血,更加的运动化的感觉 而同样的这个 1.5 版本呢,还有这个防旋幕的后视镜 这个功能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很实用 最后就是这个小改款 Civic 的重点 那就是顶级版的 1.5 TCP 这回导入了 Honda Sensing 先进主动式安全功能 而且是一个完整的配置 除了像是那种基本的前方碰撞预警啊,自动紧急刹车啊 它还有这个车道便宜警示,车道便宜辅助等等的功能 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个人觉得最好用的 那就是 Low Speed Follow 也就是低速跟随系统 那人家都说现在的 Honda 啊,买车不只送引擎 还送舒适和空间 这一点我相当的赞同,因为坐在这个 Civic FC 的后座啊 我是觉得它的整个空间表现啊 算是我最近试过的 C-Segment 车款里面 包括我自己的车里面啊 它的空间表现算是最优秀的那一个 加上它的这个座椅设计非常的舒适 这个椅背的倾斜角度我是觉得是刚刚好的 我能够很舒服的靠在这个椅背上面 然后它的这个座垫呢,质地也是蛮柔软的 同时后座还有这个后座的空调冷气出风口 我觉得这个在我国是一个必须要有的东西啦 在空间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啦,我的身高依旧是 1680cm 然后前方是我的一个标准桌子 这个腿部空间的距离呢,大概是有两个拳头多的一个距离 而头顶空间呢,也并没有因为这台车 它采用了一个流线型的DI车身设计呢 而有所牺牲 依旧有一个拳头多的距离 重点是我并没有这个压迫感 整个空间感给我的感觉是很良好的 那这回这个小贷感 CIVIC 还导入了这个后座座椅 六四倾倒的功能 也就是讲这个椅子 这回终于是可以放下了 所以你要去IKEA 载这个厨啊,载桌子啊,这些也不是问题的 那在尾箱空间部分 这个CIVIC FC 它的尾箱容量达到了519公升 这个数字听起来就是大的感觉 那实际上看起来哦,其实这个尾箱 真的是很深,而且是 我觉得它最大的这个优势啦 是它够高 就算这个尾箱因为它是一个Fast spec的设计呢 而它的这方面 上面的这个部分就稍微有点牺牲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开口设计 依旧是非常的实际 够高 所以你有时搬比较大样的 可能let's say 箱子 还是可能行李之类的啦 我觉得要直放进去都不是问题 并不会有一些Sedan车型啊 在放东西的时候 会比较困难的一个这个缺点啦 那讲完这个官方本身都有在讲的这些卖点和这个车的特点啊 我来讲一下我个人觉得这个Civic FC 蛮好用的一些功能 首先就是这个Hue Start Assist 斜拨起步辅助 这个我觉得就算你没有上斜拨啦 你在这个Cart Park 啊 这个功能也是蛮好用的 还有就是这个电子刹车以及brake hold 的功能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Auto Lock 的 Function 我觉得是蛮好用的 就是你熄火了过后下车一阵子过后 这个车就会自动上锁 我觉得在我国这是一个蛮实用的功能 最后最后就是一个蛮特别的功能 我觉得这个功能我很久没有看到了 那就是Remote Start Engine 的这个 Function 这个功能我觉得在我国这样的天气啦 其实也是挺实用的 怎样操作呢我现在示范给大家看 首先你要按下这个Lock 的 Button 按一下 然后在5秒之内马上按下这个按键 所以你就可以启动引擎 然后启动这个空调 让这个车内降温才上车 是不是很实用 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去试驾 我终于有机会试驾这台车 我本身是蛮期待的啦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本身是C segment 的车主 然后又是这个涡轮的车主 所以多少会对这个 1.5版本的这个Civic FC 抱着一点好奇的一个 看大家看这个Honda Sensing 它的这个前方碰撞预警的功能 其实还蛮好用的 我这几年开真的是前方 只要那个车子稍微慢下来 它就会及时发出惊事 OK那讲回刚才这个 我对这个1.5 Turbo 的这个Civic 就一直很好奇 到底它的这个表现是如何 毕竟它的马力高达173 PS 控制力是220 Nm 和我本身的这个Jetta是差不多的 然后大家都很 对这个CVT 变速箱很有意见 所以我就很好奇 到底这一个动力组合 整个感觉是怎样的 那我其实在这之前 已经试驾这台车几天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CVT 并没有大家讲的那么肉 大家要知道这个Civic 它的这个定位 其实是一个家庭车 又或者是可能是给 年轻市场的一个代步车 它除了要兼顾到这个性能 它同时还要兼顾到这个油耗表现 然后在外国很重要的这个 排废表现 也因此我相信 Honda 会选择这个CVT 的关系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这辆大原因因素 那我讲回这个CVT 的感觉 其实我这几天开着它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适合 像我现在处于的 这种City Drive 的一个 驾驶路况下的 我觉得这一个变速箱 反而更加适合 首先这个1.5 涡轮加引擎 它的低扭输出就很饱满 比较饱满啦 相比起自然性轻轻 那这个低扭饱满的特性 配上这个CVT 反应比较在头段起步 反应比较直接比较快的 这两个组合之下呢 我其实是觉得它们 其实是蛮配的 好像普通City Drive 这样的时候 起步的时候 那个反应真的是很快 然后中段也好啦 在加速的时候 其实它并没有CVT 一向给人那种 就比较 这样子没有力的感觉 没有哦 它其实还是很饱满的 因为温轮加引擎的关系啦 相比起我本身的这个双离合 我反而觉得我的双离合 在这种大家平常开车的时候 比较可能会遇到的路况啦 就是这种走走停停市区驾驶的路况下呢 我的双离合反而就比较 稍微顿挫感就比较明显一点 比较没有那么舒服啦 那我反而是觉得这个CVT 给的这个感觉是比较好的 那记得我现在这个市区的道路上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测试这个Honda Sensing 的跟车功能 首先你需要做的 只是按下这个多功能方向盘 右侧这边的这个按键 打开它 开启这个低速跟水 你可以调整这个距离 它有四个step 分别是最远到最近 那我就调整到最近好了 然后再开启这个 车道维持辅助 和这个可以影视等等的功能 然后按set 可以调整一个90的这个speed OK 那我现在把油门放开 它完全是有在跟着 这个方向盘 它其实有在跟着这个车道 这样子缓缓移动 所以其实3号 算是有一点半自动驾驶的感觉了啦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 这个车的距离啊 我其实已经是set到最近了 但是大家从镜头可以看到 其实我离前方车子是蛮远的 我也感觉到其实这个车子 有一直在slow down 一直在缓缓的踩煞车啦 慢下来 因为还要跟这个前方的车子 保持距离 那我觉得这个距离也太远了 以马来西亚 我们本地的这个驾驶态度来说啦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距离叻 很有可能前方的车子会不断地吃进来 那这个可能再可以稍微改进一点啦 老实说这个功能在市区塞车的时候 就像我现在遇到的这个塞车的情况的时候 真的是很好用 你看我甚至不用踩刹车 这辆车就会自动停下来 然后完全是一个静止的状态 这是这个low speed follow 的其中一个卖点 然后你看它会自行移动 它完全停下来过后它会自行向前移动 在塞车的时候当我已经是很烦了的时候啊 还有这个功能真的是蛮不错的 可以让我思考人生一下啦 其实这个Honelion Watch 我觉得是蛮好用的 因为我只要打开这个左边的方向灯 好像我现在要吃过去啦 然后这个显示器就会马上显示这个镜头所拍到的一切 然后我从这个显示器可以看到 它还有三条线就是 告诉你这个旁边的车子离你多远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你的盲点区有没有任何物体 或者是可能摩托之类的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它比起 Blind Sport Monitor 会更加的好用 只不过叻 它只限于左方罢了 我是觉得如果连右方都有这个功能的话会更加好 因为像 Blind Sport Monitor 的话呢 它是右边也会有这个 indicator 告诉你 那如果这个 Lane Watch 在右边也是有的话呢 那我吃去右边啦 我就不需要这样子 还要透过自己去看的盲点区啦 我觉得如果这个 Lane Watch 它会有右边的这个显示的话 会更加的完美 那还有一点就是 当我打开这个 Lane Watch 的时候啊 如果我是连接着这个 Apple Cartel Let's 说我开着 Waze 的话 那因为它们共用这个显示器 所以这个时候啊 如果它显示左侧的镜头 然后刚好我又在 我可能又有人身地步手路的话呢 我就可能会 Miss 掉那个 Navigation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好啦 因为你其实还是可以关掉这个 Lane Watch 的功能 然后继续看你的这个 Waze OK 现在前方的车子离我有点具体 所以我要测试它的这个加速表现 首先我慢到一个大概 OK 70 70 左右 加速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OK 停 其实这样的一个加速表现哦 并没有像大家讲的就是那个 CVT 加速路啊之类的 它只是稍微没有那个激情而已 它只是少了那个铁背感啊 普通日常开的话 我觉得它完全能够胜任这个日常代步的角色 甚至我觉得在性能方面呢 它其实也是有满足到我 我现在就来到了这个云顶的 Carat Highway OK 踩油 只有在你踩大油的时候哦 这个 CVT 它的这个缺点才会曝露出来 那就是这个 winding 声 然后我现在拉到一个 5,500 转 如果你觉得不够快 还有这个 S 档 它就会一直处于一个 4,000 转 4,000 转的状态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辆车 会更加的轻快 更加的敏捷啊 在动力方面 其实 CVT 根本就不需要一直拉一个 5,6,000 转 那讲完这个动力我先讲一讲这个底盘的部分 其实我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个 Civic 它的悬吊设定是比较偏 稍微比较偏向运动化一点的 这样的一个设定有一个好处就是很舒服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 Body Roll 比较少 相比起 Corolla 我会觉得 Corolla 的车型会比这辆车明显 那我现在就开到了这个山道 小试一下哦 那这个 Civic 和其他的日系对手相比 它的优势自然是它的这个 涡轮镇压引擎了 我现在上着波完全 没有低扭不足的这个窘况出现 整个就是很饱满 就算它是 CVT 那其实也因为它是 CVT 所以在这个上斜坡的时候啊 它的这个动力 是绵绵不绝的这样子传来的 很直接啦 OK所以 现在是时候试一下这个 18寸轮圈 还有 Michelin PS4 这个组合下 所带来的这个 WOW OK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过的这个集完 其实 其实 它的这个 PS4 的这个抓地力很好 咬地性十足 那加上这个 Civic 它过弯的极限 其实挺高的 这辆车我觉得它很灵活 然后动力方面我又不需要担心 至于这个 CVT 上到山顶会不会过热呢 我们接下来就开一下啦 哇 完全是厚到这辆车耶 哇 完全是厚到这辆车耶 哇 完全是厚到这辆车耶 OK 我觉得这个斜度可能是需要用下这个 Pedal Shift 了 对 这辆车有这个Pedal Shift 所以 当你觉得 动力稍微不足的时候啊 你还可以有这个 选项 我一退挡 它模拟在一个三号挡 我再退 二号挡 拉到一个六千转 OK 它会自动进挡 这个 CVT 的这个 虚拟换挡 其实做到还挺OK的 虽然不是最好 哇 这个动态表现其实很不错 我觉得这辆车的极限其实蛮高的 Oh my god 这个 PS4 真的太好了 哇 这辆车完全是用活泼来形容它 很活泼 很灵敏 很灵活的感觉 如果说这个 Mazda 还有 Toyota 的 TNGA 给到你是一种 很好玩的一种弯道体验 这个 Civic 呢 它这一方面也是有 但是它的味道稍微有点不同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差不多要到山顶了 但是 看起来这个 CVT 并没有 软车的现象出现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 都是一直在用着 这个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 以一个四五千转的状态 继续开着这台车 它都还没有 暂时还没有出现 过热还是软车的问题 OK 我们到山顶了 现在是有点下雨的情况 雾有点大 而我一路这样子用这个 S Mode 加上 Pedal Shift 也就是手动模式 这样子开着 拉着它上来 没有过热 然后这个 CVT 也没有软车的情况 Civic TCP 现在在五国的售价为 $134,661.28 很奇怪的数字对不对 那是因为在今年购买它 你有这个 SST 货免 所以在价格上 就稍微有点调降啦 而如果你选择这个 珍珠白的这个车漆呢 又要另外加一个几百块 那在这里我们也顺便和大家讲解一下 Civic 它的保养费 首先这个 1.5 Turbo 的版本 我们上了官网 看它的这个平均的保养费用 大概都是介于 200 多至400 多之间 当然这个是普通 Service 而不是 Major Service 至于这个 1.8 的车型呢 它也是同样是介于这个价格 所以到最后你应该选这个 1.8 还是 1.5 呢 我个人是觉得 主要是看你的这个需求在哪里 如果你想要省心 你想要不想烦这样多的话 当然是 Go for 这个 1.8 的版本 它的动力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 而且很轻快的感觉 至于如果你想多一点 多一点 Kick 的话 自然是选择这个 1.5 版本了 我在试驾了过后 我真的觉得这个 1.5 VTEC Turbo 搭配这个 CVT 啊 在日常驾驶来讲 绝对是绰绰有余 而且还可以给你 额外的这个动力方面的这个乐趣 真的是一个蛮值得考虑的选项 只不过呢 如果你选择这个 TCP 版本的话呢 这个 18 吋的轮胎啊 可能就是你必须要考虑的其中一个仰车成本了 因为这 18 吋的轮圈的价格 会稍微比 17 吋和 16 吋高出一点 也不是一点啊 我觉得是高出蛮多的啦 好像这个 PS4 一条的价格 大概都已经是 700 到 800 左右了 那讲了这么多 我觉得今天这个试驾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期的影片如何呢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毕竟在大太阳下面工作 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啦 而如果你对这个 Civic FC 有任何的意见还是看法的话 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如果你本身是 Civic FC 的车主 想要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也欢迎多多留言 我们大家做做个朋友 我是小明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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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